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我们的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是 我们的SD卡实验 SPI方式 那么这个视频呢 适合我们的正典原则 迷你STM32开发版 那么对于我们的战舰V3 以及我们的精英版 跟我们的探索者 STM32F4开发版呢 这个视频是不合适的 因为他们用的是SDIO方式 那么SPI方式呢 只适合我们的迷你STM32开发版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视频的重点参考资料 那么这些重点参考资料呢 在这里我们列出来给大家了 在上一讲视频介绍这个SD卡的时候呢 SD卡简介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了这些参考资料 这里呢我们只给大家画一下 大家自己去找这些资料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本讲视频 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首先呢第一讲视频就是上一讲视频呢 给大家已经介绍了这个SD卡简介 这个呢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呢这一讲我们主要是讲 第二跟第三这两部分内容 作为我们的第二讲视频 那么首先是硬件介绍 这个硬件连接 那么介绍完这个硬件连接以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这个程序源嘛 与这个历程测试 这就是我们本讲所要讲的这些内容 就是这几个部分 这就是我们本讲视频所要讲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部分 硬件连接 mini SDM3F1开发版 就是mini SDM3F103开发版呢 通过底面的SD卡接口 与这个SD卡连接 采用的是SPI方式 硬件连接原理图呢 如下 那么这个SD SD卡的呢 这就是我们SD 这个SDM332 mini SDM332底部的这个SD卡座 那么它通过SDCS MSR SCK MISO等这四根线呢 连接到我们的SDM3F103RCT6上面 注意它这里的SPI是连接在这个SPI上面的 SCK MISO MISO 叫做PA567 然后呢 它的偏选呢 接在PA3上面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我们的mini版 这个SPI 它是有多个器件共用的 连接到了三个器件 一个是SD 一个是WL5KQ1的Q6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NIF 这三个器件 那么它偏选分别是FCS 这个WL5Q64的SD卡呢 是PA3 然后这个NIF呢 它的控制信号呢 是PS 这个是E 可以控制 所以的话呢 这里要分时复用这个SPI 所以在初始化的时候 这几个I-O口都要它输出E 免得互相打架 导致这个数据通讯失败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硬件连接原理图 然后这个SD这几个信号呢 也都加了一个45K的上纳电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物连接 那么这个实物连接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的mini版 这个底板 那么它上面的这个SD卡座 插了一个这个4GB的这个SD卡在上面 这个实物连接图呢 就我们把SD卡插进去就可以了 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部分 这个原码讲解与这个历程测试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SD卡的驱动代码 那么SD卡的驱动代码呢 分为四个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是SDinitlights 就是初始化 SD初始化函数 第二个呢 SD读函数 第三个SD写函数 第四个呢 是SDgetstackedcount 就是获得这个上取总数 这么一个函数 实际上是获得容量 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函数 有了这三个函数呢 我们的SD卡就可以很好的驱动了 这个函数呢 适用于获取这个SD卡容量的 也会用到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顺便讲解一下 所以的话 这里总共给大家讲解这四个函数 我们先来看这个SDinitlights这个函数 我们来看到这个mini版的原代码 那么这里呢 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开发版的这个SD卡实验的原代码 那么在开发版光盘 这个mini版的光盘的A盘 程序源码 标准历程库函数版本 这个实验28SD卡实验 我们把这个历程呢 打开了 这个SDinitlights这个函数呢 在我们的hardware组下 这个mmcsd-sd.c 这个c文件里面 就有这个SDinitlights这个函数 函数的功能呢 就是初手画SD卡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几个变量的定义 然后呢 初手画SPI 这个初手画SPI呢 叫SDSPIinit 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开始是GPIO 可以看到这个GPIO PL34的这个初手画 设置为推网输出 然后速度50兆 都输出1 这里我们前面在介绍原理图的时候 给大家说了 这三个IO口 都输出1 然后谁也不影响谁 谁都不选中 然后呢 这里就是都不选中 然后呢 初手画我们的SPI 第二用的是SPI init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SPI init这个函数呢 在这个位置 是在SPI.C里面 这个在我们的SPI实验的时候呢 我们有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不懂得去看这个SPI实验 那么初手画SPI以后 就选择这个SPI 设置它等于1 实际上这前面已经设置了 它等于1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SDCS 它是用的PA3 我们开发版的原理图呢 就是这个SDCS也是PA3 所以的话呢 设置这个PA3等于1 就是不选中SD卡 这就是我们这个SD init这个函数 这个SD SPI init这个函数 接着第二步呢 设置这个SD SPI Speed设置为Low 因为我们的这个SD卡 初手画的时候啊 始终不能大于400K 所以呢 它这里设置了 通过这个SD SPI SpeedLow 设置这个速度呢 为72 除以256 那么它就等于 281.25K赫兹 它是不大于400K的 这样就可以初手画我们的SPI 来初手画我们的SD卡 接着呢 就开始初手画我们的SD卡 我们前面在SD卡 初手画的时候呢 有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它先要上电延迟 初手画IO 这里我们已经做了 上电延迟74个时钟 这里SD SPI ReadWriteBite 这个函数呢 发一个数据 就会产生8个脉冲 这里10个 就是产生80个 大于74 这是上电延迟 这个CLK 然后呢 发送这个CMD0 这个通过这个指令呢 SD3的CMD 这个指令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D3的CMD呢 是向SD卡发送一个命令 那么它的CMD呢 就是命令索引 比如CMD0啊 8啊 10 17 18 24 25 这些 ARG呢 是一个32位的参数 CRC呢 是一个U8类型的CRC值 那么实际上它是高期位 有效 最低位 很为一的 这是它的CRC 这是我们的SD3的CMD 首先呢 SD D是Select 取消上一次的偏选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设置这个SPR CS等于1 然后发送8个脉冲 这个不好使 不好使 我们关闭它 重新打开一下 看看是看到这个3的CMD 这个函数 3的CMD呢 它是取消 首先取消偏选 然后呢 我们再来SD Slack 选中这个SD卡 选中这个SD卡 干了什么事呢 来设置SDCS等于0 就是选中SD卡 这个是偏 SPR偏选 就选中了 然后呢 这里判断这个 SPR 这个SD WaitReady 这么一个函数呢 就是等待这个SD卡 是不是准备好了 这个主要是在我们的 这个SD卡写的时候 SD写的时候 它写完一个数据块的时候呢 它会拉低这个MRSO 这个线 拉低它等于0 直到它的数据写入完成 才会变为1 表示这个写入完成 就是可以发 可以接收其他指令 或者数据了 所以的话呢 这里这个WaitReady呢 就是等待这个1 等待这个0变到1 所以它ReadWriteByte 读取这个MRSO上面的数据 如果是等于0XFF的话呢 说明它恢复1了 也说明它正常了 可以返回OK 如果一直是0的话 或者一直不是0XFF的话呢 就一直等待 直到超时 所以这个函数呢 给大家提一下 那么这个函数 SD select SD select 那么如果等待成功 就说明OK 可以返回这个0了 如果等待失败呢 好 这个就取消偏选 返回1 等待失败 就是这么一个SD select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选中成功以后 就会执行下面的操作 如果失败呢 返回0XFF 然后后面呢 先这个命令呢 是一个40 这个S 我们前面提了 这个SD卡的这个命令呢 是48位 这里占8 这里占32 这里占8 总共组成48位 先是发这个命令 命令它的最高两位呢 是0跟1 也就是0X40 然后获胜这个CMD CMD是你六位有效 发这个CMD 然后呢 发送这个参数 来从高位开始发 然后发送四个字节 也就是32位的参数 最后呢 发送这个CRC CRC的最低位呢 横为1 然后前面呢 是一些XXXX 不知道什么东西 根据你的命令 跟参数来计算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send的CMD 然后呢 对于CMD12呢 它这里会多一个 ReadWriteBot 0XFF 叫什么SkipStuffBite 这个呢 我也不太理解 大家一葫芦画表 把它加上就好了 那么最后 就等待这个响应 因为我们的命令 发送完以后 它都会有一个响应 那么我们就一直等 等这个响应 等待成功 直到这个 这个响应超时 不然的话呢 如果有响应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返回 这个响应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 send的CMD 这个函数的一个介绍 这个响应呢 会复制给这个R1 R1 R1 如果不等于0X01 就是这个R1响应呢 它最低位就表示 它是不是进入这个 IdleStage 就是这个空前状态 那如果它 等进入空前状态 最低位就会制一 制一的话呢 就是0X01 如果它不等于0X01呢 说明进入这个IdleStage 失败 就不停的重复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 进入IdleStage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把它放大一下 嗯 发送这个CMD0 发送CMD0 然后选中SPI模式 这里已经进入SPI模式了 然后呢 就设置这个SDType等于0 默认是无卡的 然后R1等于0X01就对了 就进入这个IdleStage了 然后我们发送这个CMD8 来区分是不是2.0的卡 发送CMD8 它参数0XEA 前面说过了 这个087呢 是这个CRC值 这个不要问我怎么来的 你想知道的话呢 去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个SDL2.0协议里面的 这个CRC7的计算 比较复杂 这个我们是直接超过来的 0X87 然后发送这个 CMD8的这个指令 那么如果这个指令 发送成功的话呢 等于1 发送成功 它会响应 就会有响应 那么如果 发送 它不响应呢 就是EOS了 要这个1呢 还是这个R1响应来的 R1就等于1嘛 如果它有响应 好 那么我们就读取 这个 它CMD8 它的响应是 这个R7 它会有一个R7响应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R7响应 R7响应 这个SPI模式的R7响应呢 它最高出来的是 还是一个R1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 这个命令里面 只读了一个字节的 这个响应 所以读到的是R1 那么后续的 这32个位 才是重头戏 它里面有 Command version 保留位 Vertage Socept Check pattern 这些参数 都会1V路画表的返回来 也就是这个 你发送的这个0XEA 它原本的返回给你 所以的话呢 这里就读了 四个字节 32位 读 读完了以后呢 判断了是不是0XEA 是的话呢 要表明这个卡 是支持2.7到3.6V的 好 这个CMD8 自然接受以后呢 我们这里 没有发CMD8 这个CMD58 没发 就发CMD ACMD41 所以的话呢 这里就不能的话 这个ACMD41 ACMD41 之前先发CMD55 发CMD55之后呢 就可以发这个ACMD41 它是ACMD应用相关指令 ACMD4 的时候呢 我们设置这个HCS 未等于1 这个0X4 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呢 就实际上 就是HCS等于1了 HCS等于1 表明我们的主机呢 支持这个SDHC卡 就告诉这个SDHC卡 我可以支持你 好 这样就等待这个R1响应 就不停的发这个 发这个CMD41 因为这个R1响应呢 它如果最低位是1的话呢 说明它是在空前状态 就是这个SD卡是空前状态的 那么如果这个SD卡 正进入了正常工作状态 这个最低位呢 就会变成0 所以的话 只要是1的话呢 我们只要这个R1有数据 我们就一直不停的等 等到它为0 那就可以说明这个SD卡 已经成功接受了你的 这些指令 可以开始下一步的操作了 好 下一步正常以后呢 那我们就发送这个CMD58 这个指令 CMD58 在这个位置 来发 前面的等待 就是等待卡 准备好 CMD58呢 我们主要是判断了 CCS位 发送CMD58 以后呢 我们就会读这个OCR计存器的值 那么OCR计存器的值呢 也是一个32位的一个处具 存储在这个buff里面 然后我们判断这个 CCS位 如果是1的话呢 SDType呢 就是SDType V2 V2版本 SDHC 所以是HC版本 那么如果它是0的话呢 表明这个SD卡 是一个标准的2.0的卡 SDTypeV2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区分是SDV2HC 还是V2 就是这一个区分 如果不支持CMD8指令 就表明它是一个SD1.x的卡 或者MMC卡 那么我们同样先发CMD55 再发一个ACMD41 那么ACMD41发送以后 如果它支持这个ACMD41 就会小于等于1 然后呢 就表明它是一个SDTypeV1的卡 那么如果它不支持 它表示它是一个MMC卡 那么MMC卡呢 它最后呢 会发一个CMD1 类似于我们前面这个ACMD41的 这个作用 类似于2.0的 这个ACMD41的作用 就来等待这个SD卡 退出这个Adort Stage 同样是等待R1 R1为0 那么对于1.x的卡 那么它就会定义它SDTypeV1 然后呢 发送CMD55 ACMD41 等待这个退出这个Adort Stage 它呢 是发送CMD1 退出Adort Stage 退出来以后呢 这两个SD1.x或者MMC卡呢 我们还会发送一个CMD16 设置这个快大小 为512字节 我们快大小 如果设置失败的话呢 还是会定义一个 Type Eero 这么一个类型的卡 说明我们的卡错误 所以最后这个指令 也是要发送成功才行的 最后执行完了以后呢 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 要么是这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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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区分这个卡的类型了 然后呢 就取消这个SD卡偏选 然后呢 把SPR SD和SPR这个接口 设置为高速 这里的高速呢 设两分屏 36兆 实际上SDM3F1呢 它最高是18兆的 这36兆呢 有点超频了 大家如果觉得 不可接受的话呢 把这里设为4就可以了 实际上设置为2呢 也可以很好的工作 这就是 这个地方的一个说明 最后呢 如果SD Type有效 我可以看一下 Type Eero呢 应该是0的 那么有效呢 就代表它 是一个正确的SD Type MMC或者V1 V2 或者V2HC 如果它是有用的 而是不是非0的 就说明成功了 那其他的情况下呢 就失败了 就返回这个错误 这就是我们这个SD InitLights函数的一个讲解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SD Read Disk 这个函数的讲解 那么SD Read Disk呢 同样是在我们的 MMC-SD.C里面 我们在这个点C文件里面 然后呢 SD Read Disk 这个函数在这个位置 它带有这个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Buffer 是这个数据缓存区 也是我们读出来的数据 要存放的一个缓存区 是一个指振U8类型的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U32类型的Sector 也就是散区 它是一个散区地址 那么第三个参数呢 叫CNT 这个散区数 可以叫CNT是U8类型的 所以一次最多读 这个255个散区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而且要注意的是 这里是一个散区地址 不是一个字节地址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首先呢 我们判断这个卡 是不是这个U12HC 就是SDHC 那么如果它不是一个SDHC卡呢 好 我们先把它转换为字节地址 那么前面说了 如果是一个SDHC的话呢 它发送CMD1718 2425 这些指令的时候啊 它那个地址都是以512 作为这个512字节为单位 作为一个地址的 所以如果不是SDHC的话 要只转换为字节地址 如果是的话呢 就不需要转换了 直接就是上去地址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地方是先转换为 它自己的地址 这个左一九位呢 就是乘以512的意思了 这个大家自己去推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然后呢 它是根据这个CNT 如果是一个的话呢 它就要用这个的 它就是单个上去的 这个读写 读取 如果是CNT不等于1 大于1 就是2到255的话呢 它是发送这个连续读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那个 这个读 SD卡的数据读取 那么首先是单块读取 好 对应CNT等于1的时候呢 它是单块读取 它是发送CMD17 等待17的响应 等待起始令牌 接收数据 禁止偏选 好 这里是发送CMD17 CMD17发送的时候呢 它在这个 就是SendCMD的最后呢 我们会等待一个 Ubar类型的一个R1 这个响应 那么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前面 我们已经能给大家说过了 所以的话呢 等待R1响应 跟发送CMD17 就是这一句话实现了 那CMD17带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上去地址 就是对于SDHC的话 是上去地址 对于这个非SDHC的话呢 就是一个字节地址了 然后如果发送成功呢 还好 我们就调用这个 ReceiveData Buffer512 就读512字节 到这个Buffer里面 我们这个ReceiveData呢 SDReceiveData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Go to Definition 那么这个函数呢 也是两个参数 带一个返回值 返回值是0的话成功 其他就是失败 那么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数据缓证区 第二个参数呢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那么好 这里呢 我们要先等待起始令牌 0xf1 所以的话呢 这里SDGetResponse 0xf1 这里就是等待这个0xf1 这个响应 这么一个代码 那么实际上呢 它就不停地读这个 读这个MISO 这个上面的数据 然后直到读到的数据 等于这个Response的时候 才退出来 退出来 如果是收到这个Response 那么它呢 就返回 这个正确的回应 不然的话呢 就错误 就是这个函数比较简单 我们退回去 好 发生完 就是这个函数 接收512字节 这个接收512字节 那么它是得到这个Response以后呢 就开始接收数据了 那么我接收Lan 那么Lan减减 那么不停地 接收数据 存在这个Buff里面 然后Buff只剩了地址自家 那最后呢 它有两个CRC 那么CRC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没有体现出来了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要 多发 16个时钟 把这两个CRC呢 它给移出来 然后丢掉 不用 那这就是我们的 ReceiveData 这个函数 好 这就是我们的单块数据读取 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 多块数据读取呢 那单块数据读取 最后的这个取消偏选呢 是在这个位置 SD D4Select 这个函数前面给大家讲解过了 然后对于多块数据读取呢 就发送CMD18 我们看一下页 然后这个地方是多块数据读取 发送CMD18 开始多块数据读取 那么同样是发送这个上去地址 或者字节地址 然后呢 等待AE响应 然后呢 这个连续读命令发送成功以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判断这个AE 是不是等于0的了 这个地方可以大家自己加上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接收数据 这个接收数据呢 跟这个同样都是调用这个SD ReceiveData这个函数 它每次呢 是接512个字节 等待AE响应以后 等待70令牌 这个呢 读第一个数据块的数据 这个呢 都是在这个SD Receive这个Data 这个函数里面实现的 然后呢 CNT减减 然后呢 继续读下一个块 不定的读 直到这个CNT啊 等于0为止 我们直到它等于0呢 我们就最后呢 就不用读了 发送CMD12 就结束这个数据读取 这里就发送CMD12 等待CMD12的响应呢 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SendCMD里面实现的 那么这样呢 就完成这个多块数据读取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SDReadDisk 根据CNT的不同 执行这个单块数据读取 或者多块数据读取 它读取完以后 取消偏选 返回这个AE响应 这个AE实际上 在这里面有很多地方会 有返回AE 这就是我们的SDReadDisk函数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SDWriteDisk SDWriteDisk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用于写这个SD卡 那么其实它跟这个ReadDisk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写流程 那SD单块数据写入流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好 这个代码呢 它还是一样的 不是SDHC的话呢 它乘以512 其实这里用右移 这个左移9位呢 效率更高 我们这里就用的是乘以512 然后根据它 如果是单块数据读取 好 我们就发送CMD24这个指令 我们发送CMD24指令以后呢 好 发送写数据起使令牌 写入一个数据块 发送两个VCRC 这几个呢 都是在这个SenderBlock 这个里面实现的 那么SenderBlock 我们来看一下 SenderBlock 它跟这个ReceiveData ReceiveData是差不多的 也是两个参数 一个返回值 Buff也是数据缓程区例子 不过这个Buff是用于写 写出来的 是用读出来写到SD卡去的 那CMD呢 是我们要发送的一个命令牌 然后这里SDWadeReady 等到这个SD卡 上一次的写入 操作完成 这个呢 实际上是等待MISO上面 为高电频 MISO为高电频 这个之前我们给大家有介绍过 然后呢 SD ReadWade 就是发送这个CMD CMD的起使令牌 零材F1 我们可以退回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零材F1 这是数据起使令牌 先发送这个数据起使令牌 如果这个CMD不是FD FD就是结束令牌了 这不是FD的话呢 这是多快读取的时候 才要用到的 这肯定CMD等于零材F1 就不等于它 所以它还是会执行这里面的 然后呢 我们就不停的写 写到这个SD卡里面去 写512个字节 把8号里面的写入 然后呢 发送两个尾CRC 这两个尾CRC 最后呢 读取这个接收一个响应 接收SD卡给的一个响应 这个响应呢 注意这个地方有说到 SD卡接收完一个数据块以后呢 会拉DMISO 直到这个数据块编程 完成 这个是这个WaitReady的一个说明 这个响应我们的这个 在这里这一个地方没有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的这个地方 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应该是有说的 它是在SD卡 接收到512字节一个块以后啊 它会有一个响应 那么这个响应呢 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响应呢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SD卡2.0协议 我们这里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那么它这个响应呢 与上0XF 是不能等于 是如果它不等于0X05 0X05的话呢 表示OK 不等于0X05的话呢 表示它响应错误 这个地方如果不等于的话呢 就反一反回这个响应错误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send block 这个函数 那么实际上发送数据 发送CRC 然后等待一个响应 这就是它的整个 整个这个函数的一个 一个代码了 然后我们返回去 对于这个多块 多块数据的时候 这里是单块 前面这里是单块 单块发送完以后呢 同样是SDDC Select 取消偏选 那么多块的时候呢 它这里又要区分一下 是不是MMC卡 因为这个MMC 不是MMC卡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送 这个ACMD23 执行这个预插除数据块 这样的话呢 可以提高这个SD卡的 写入速度 所以的话呢 不等于MMC的话呢 我们就发送CMD55 再发送ACMD23 然后呢 发送要插除的上去数 就把这个 预先插除这个 要写入数据块的 这些上去 然后插除完以后呢 发送CMD25 这个就连续写命令了 这连续读是错的 是连续写才对 这里是个连续写命令 然后带一个SECT的参数 那么如果是SDHC呢 SECT就是上去 如果是其他卡呢 就是一个字节地址 然后不停的 DUWELL 就是在这里不停的发 那么它这个 多块写入的这个令牌 是叫FC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发的0xFC 然后发一个上去 然后发完一个上去以后呢 接着这个Buffer加512 又写杀一个上去 不停的 不停的这个 然后CMD就减减一次 然后就不停的写 直到这个CMD等于0 直到CMD等于0的话呢 最后就SEND BLOCK 0 0xFD 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最后呢 就是没写数据了 这里直接就是0了 然后发了一个0xFD的这个指令 发送多块结束写 那多块写数据结束令牌 0xFD 那么这里 这个0xFD 写结束的时候 那它是不需要带这个数据的 所以这里我们把这个数据 直接变为0了 那我们前面说的这里 前面说的这里要带一个 带一个数据块 这里呢 可能有点错误 那么实际上这里是不带数据块的 所以的话 我们以这个代码为准的话呢 还是不用带数据块 就直接发0xFD这个令牌给它 然后呢 那么如果等于0xFD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只发送这个0xFD 结束这个数据写入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带这个数据了 就并不需要带数据了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前面我们说的这里 有一点点小错误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SD Write SDWriteDisk这个函数 那么前面是单块 后面是多块 区分了一个MMC跟SD 普通的SD卡 那么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SDWriteDisk函数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D GateCount GateSectCount这个函数的讲解 那么SDGateSectCount呢 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是用于获取这个SD卡的总算区数 注意是算区数 不是它的这个字节大小 而是它的算区大小 因为如果是用字节大小的话呢 这个U32是不够表示的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了这个算区数 那么如果是算区数的话呢 那你乘一个512 就是它的容量了 所以通过这个函数 可以获取我们SD卡的容量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是获取CSD 那个CSD的值 CSD计程器的值 那么CSD呢 通过SDGateCSD这个函数来实现的 它是发生CMD9 然后呢 获取这个16 获取这个16个字节的数据 也就是128位 128位 这个CSD计程器是128位的 这里得到这个CSD 那么得到CSD以后呢 就根据这些个公式来计算 我们的这个 这个算区数 那么这个具体的计算方法呢 我们这里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大家去看这个SD卡2.0协议 反正这个函数一执行呢 就它就获得了CSD 然后呢 通过这个计算 得到了这个算区数 那么有了这个算区数以后呢 总算区数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得到这个SD卡的容量 这就是这个函数的一个目的了 那么它也不是非常重要 只是你要获得这个SD卡容量的话呢 就需要这个函数来获得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SD卡 驱动代码的这个讲解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